我们现在到了慧阳的高铁站已经下站了 走 我都看见黄师傅了 走走走 哎呀黄师傅好黄师傅 黄师傅好黄师傅 哎呀我感觉去到福建上有点黑了 哇哎你们这地方热 你们这地方热 我今天来到广东了 现在在惠州 看这是黄师傅 黄师傅 欢迎米师傅来到广东惠州 南英川北小米今天在广东汇河了 对面就是大海 我们到这来打鱼 今天我要静下地主之仪 要请一下我们的米师傅 尝尝我们的海鲜 你在福建可能没有吃到我们的正宗 今天我让老太给你亲自下厨 给你弄一宗好的 是吧你看这些都是人家刚刚那些小船 这都是深海鱼 这不是 这不算深海鱼 这是野生的 现在死的话它就是野生 但是那是活的基本不是 这是石斑鱼是吧 对 这是石斑鱼是自己打上来的 这是皮皮虾 都是活的 活的活的 多少钱 五斤二十块钱真便宜 这里多少钱 我送盘的 送盘的 这个这个这个 这大刀虾 这大刀虾不好吃 开玩笑好多糕 这哪里有糕啊 这不是糕啊 你要底线分钱 这一盘五十块钱 嗯 自己看一下开玩笑的 这这是不是蓝虾 这个是螺丝虾 其实我吃鱼很少 但是老蔡他 每天不吃鱼都不行 所以他对鱼他就比较了解 对 所以我出来我只能拎包 就是听他的 哈哈 哪些好吃就吃哪些 黄嫂果然是高手 黄嫂关键是会撒家 八十块钱给你拿了 黄嫂来一个回马枪是吧 对啊 回马枪 这样 这就便宜了 看 好容易啊 吃出了一百多 多少钱搞定了 九十 九十块钱搞定了 一大盆 这里面的船全是渔民的 我跟你说 是不是每家一条 啊对 你看他们这些渔民 他基本上在这边 也是纪无定所了 他们的生活区区 全部在海上是搞定的 吃饭 吃饭 睡觉 打鱼 生活 都在船上 都在床上 那不用买房子了 不用 渔民啊 这就和我们那种地的 是一样的 对吧 对啊 这个本身就是他们的谋生工具 对 这个海是 不用花钱吧 每天出去打鱼 不用花钱 但是他要备案的 你看到没有 他那个床上 他是有写那个 那个编号的 他们是要备案的 要备案才可以的 你不是说随便买一条床 就可以下海捞鱼 有没有饭吃的话 都觉得你今天出去打到打不到鱼 对 这其实就是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对吧 你师傅要不要带一点我们的特产 其实这些鱼都是晒干 晒干的时候可以储存很久的 放在冰箱里面 晒干了咋吃 你可以煎着吃炒着吃油蒙都可以 很鲜的 你要是说喝酒的话 改点下酒餐还是挺不错的 鲍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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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个三倍两块钱 一个鲍鱼呢 鲍鱼三块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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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发现他们这些鱼民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还有一个 怎么样 五十高岁呢 五十高岁有高 你们是不是高 看到没有 哪里都没高 那不是高 那不是 那是高啊 一斤半吗 一斤半 一个就败不过吃 不用这么大的 这么多一百六 你怕不怕满满错 你问一下里面很贵的 不要 这是你的咖啡店的事 你看现在的市场都不敢切斤少量了 我们打一下公厕 这是公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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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多少 干是多少 一斤半 一斤半 没错 一斤半 一斤半 差不多市场都这样 都这边 都这样 哦 这边还不一样 这边 六个 五个 六个还是 现在来我们这里了 就让米师傅带一点干货回去 因为可能你们那米 可能买得到 对 但是你们吃不吃得逛的话 你们再自己想办法了 我们那没有吃这种干的 市场上面它发那种就是冷冽的啊 他们这不行 所以说只能带点这个干的 晒干的 然后我们带回去 给小食堂尝一尝 哪个好吃 咱们就带哪个 要买东西 要看到它亮面亮面的 头都掐掉了 当然是太干了 嗯 咱们可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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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 挺好吃的啊 挺好吃的啊 嗯 挺好吃的 很坤啊 韭菜也可以 好 韭菜里头 你蒸一下把它蒸软一点 回去让厨子去研究吧 不是 妈 这儿归了 一人提了一袋子 回去尝尝花手的手艺 水就要靠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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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黄哥黄嫂对吧 忙碌了一晚上 做了这么丰盛的一桌 海鲜大餐 这个是海鲜大餐 不死意的啊 死意 感谢 来来来来来 干杯 干杯 有人因此 干杯 水就是